凯道的最新现场就是新党发起新五四爱国运动 现在呢正在凯道如火如荼的举行 而其中呢发起人之意的王炳中刚刚呢也上台开讲 他批评呢这民众随意四处占领的行为 根本就是纳粹法西斯 现场最新情况吧时间就给郑一平 好的主播由新党发起的新五四爱国运动 现在正在凯道进行当中 画面上我们可以看到在广场上 出现两颗大大的白球 一个就是民主另外一个就是法治 跟他们今天的主题汉贵民主回归法治 是完全相同的 当然现在在台上讲话的呢 就是在太阳花全新之后 瞬间窜起爆红的王炳中 他认为呢在过去呢 民众动不动就占据台北市的重要交通要充 实在是太过分了 我们提一下稍早王炳中的说法 有这个诉求反核的朋友 霸占中校东西路 甚至把公车那个围起来了 大家有看到吗 大家有看到吗 结果媒体去问这个陈威廷 问他说 有这些朋友们啊 他们反映 我们也是用路人啊 我们坐在公车里头 凭什么我们要被围啊 有那个凯奥兜拜的骑士 大家有没有看到 他凯奥兜拜 绿灯为什么不能过啊 陈威廷说 他们这些人通通都没有资格 因为他们都没有对何似表态 他们是不负责任的公民 各位 这句话就是典型的纳粹法西斯 大家晓不晓得 今天我们 整个活动呢到现在为止 根据警方公布的成功 公布的人数呢 在3点20分的时候 已经到达了1万5千人以上 而整个活动在稍早呢 白狼张安乐也来到了现场 不过他并没有进到凯达格兰大道的内部 只有在警服门周遭 另外比较引发关注的就是 马英九的大姐 马以南在稍早大约3点20分左右 也来到了警服门的周边 不过呢 他也是同样的没有来到台上 也没有进入到凯达格兰大道 由于马以南跟白狼的出现呢 的确是让现场的情绪呢 稍微紧张了一点 媒体也特别的相当关注 而在稍早呢 蔡正元在上台表达 表达意见的时候 他特别是强调 现在为止呢 台湾的前途 既然被街头的拳头所绑架 所以呢 他认为这样的行为很不应该 而郁木铭也特别强调呢 现在为止呢 必须要用国旗以及国家认同 来摒除台湾 现在台北市出现的街头乱象 而整个活动当然在持续进行当中 也随时为您插播报道 以上是现场最新的情形 这个新五四运动呢 是以爱国 然后呢 这个对警察致意为号召 也因此呢 刚刚警方已经这个统计人数 大概是有1.5万人 目前呢聚集在凯道 而很多人呢 都上台开讲 包括了王炳中等人 但是呢 白狼张安乐 还有马英九的大姐 马以南其实也抵达现场 但目前呢 没有上台致辞的规划 这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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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